好 接下来我们用Swift语言来做IOS当中的界面开发 当然了 这个Swift语言当中 我们会用IOS当中的UIKit或网络来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开发 比如导航空机 这个界面 TableView 还有一些Json或XML解析 我们都可以用Swift语言来做开发 好 我们下面来创建一个Swift语言的应用程序 这个应用程序 我们创建第一个可以运行的UI的程序 让我们打开Xcode 我们这下来Xcode6 就最新的6的Beta版本 当然最新的版本也发布 所以我们打双击它Xcode6 我们点Xcode6的时候 我们点创建Xcodeproject的项 然后在这可以看到IOS里面 这里面或之前的Xcode里面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点空的项目 Ambud Application 然后在这我们就输入第一个 比较第一个 这个Swift UI程序 然后这下面我们就选Swift 除了Swift之外 还有一个Objective-C 这是一个经典的OC的语言 对吧 我们选Swift这个语言 然后点下一步 当然这是公司的名字 然后这是公司 这个AppID的名字 或者之前是一样的 这个UseCodeData 就不用说 然后往下来 我们存在这里 当然这个把Gate去掉 然后Create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项目 可以看到这个项目里面就是这样的 这个界面或之前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AppDelegateSwift 这样一个文件 当然这个Swift这个文件 它不像OC有两个 H和M两个文件 那在这儿其实就一个文件 它是一个脚本语言 就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选一个iPhone5s 再一个跑一下看一下 可以看到跑出来 这是一个空的一个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 这样一个界面 那在这儿呢 我们来来 首先呢 我们来练习一下Swift 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呢 是从从这个AppDelegate入口 开始在这儿呢 这是第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和以前的 这个文件和以前的 这个AppDelegate 和我们OC的AppDelegate 类似 也是我们应用程序的入口 函数 入口对象 那么这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 这个第一个FelixLounge 这个函数呢 就是第一个运行的 入口函数 当然这个语法呢 这些语法呢 我们先不用管 因为这些语法 我们在后面的 这个几个视频当中 我们还会记讲 详细讲里面的语法 先呢 我们就认为 这个函数名字 你看住就可以了 然后这下面呢 这下面呢 然后呢 这上面这些代码呢 是window的创建 这些代码呢 我们先也不用管 在这个地方呢 再来 我们来跑一下 先打印第一个 打印 一个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在这儿打印一个 我们就这样打印 println 然后这个 Hello World 那这个呢 就是打印 这个println呢 就是类似于 这个nslots 或者printf 对不对 printf 一样的 跑一下看一下 嗯 可以看到这儿呢 这个Hello World 就打印出来了 也就是说printn println 这个呢 就是一个打印 字幕串的一个 一个内容 在了 那我们这个界面呢 我们现在打印了一个 这个写错了 打印 也就是说 我们在了 我们第二个呢 把window 把window 来 我们把这个window 这个界面运行起来 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颜色是白色 那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颜色 改成一个 别的颜色 比如说改成红色 那我们来改一下 在这儿来改一下 那把window的颜色 改成红色呢 首先我们来创建 首先 创建一个 这个颜色 一个颜色对象 那颜色对象呢 我们就这样创建 nate 这个color 等于这个 uicolor 然后点 redcolor 这个就是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红色的 这个颜色对象 注意这个nate呢 就是创建一个对象 注意这个nate呢 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对象 是一个静态的 长量 是一个长量 长量 长量的意思 就是这个创建了 这个对象不能修改了 好 这个self 点window 然后点这个color 这个bankground color bankground color 等于color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把这个 把 把 window 的 window的 的背景颜色 颜色 改成 不仅颜色 就是这个bankground bankground color 改成 改成什么呢 color 这个对象 这个颜色 跑一下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了 就改成红色了 对吧 红色 那这个地方 uicolor里面 gridcolor 就是创建一个红色的对象 点进去看一下 点进去看一下 那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stripe的 这个语言的一些 类方法 那这上面呢 是一个uicolor 这样类class 这个类 然后这个 这个红色呢 就是red color 可以看到这个gray color 是灰色对吧 灰色 然后呢 我们来 来换一个颜色 比如换成这个灰色 当然这个是面向对象的一些方法 这个面向对象的方法 我们在后面视频当中 会去介绍 我们先就从感性上看一个 ui 怎么样来 或用swept 来写个ui的界面 可以看到灰色了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改这个颜色 就可以这样改 那这我们要抢掉一下的这个 这个 这边有个问号 可以看到这个v window window 这是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self 点v window 然后这个感觉 这个bankground color呢 这个实际上 我们可以这么解释 这个地方 这样是 这个 这里 这个v window 是一个全局变量 这个 这个类 这个对象 对象的实力变量 变量 变量 这个问号来表 这个这个 ui window 表示它的对象 呃 类型 这个v window 类型 也就是说这个类似于我们之前的ui window 之前的v window 在欧生里面的类似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问号呢 表示 问号 表示 这是一个 可选的 可选的对象 就option option 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认为 可以 或者这个问号表示 这里表示 这个v window 可能等于空 等于空 也就是说我们设计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上来应该复成一个6 这个空 这个对象啊 好 那这是这个 那这个地方访问这个变量的时候 一定要加感叹号 表示这个 如果这变量为空的话 它也能访问啊 这加感叹号 不加感叹号 它会出错啊 当然这个详细的语法 我们在后面会说 会说它啊 就是我们先简单的可以 感性的认为 就是加一个问号 加个问号表示这个变量呢 我们 呃这个变量是一个复为空 然后这个地方感叹号表示呃呃呃 访问他的时候如果为空 这个地方 它相当于我们在欧生里面的 利尔发消息一样 这个对方法呢 表示定义一个变量 定义一个变量 一个变量啊 这种呢 这种呢 有点类似于这个 Basic语言的这个定义方法啊 方法 所以我们呢 Var表示定义的类型 注意这个地方没有类型 就是没有该指定啊 这是该指定类型 就是我们也可以不用该指定类型 完全不用该指定任何类型 也是可以的啊 这表示一个变量 往下来 这个类子呢 其实也表示这个 一个变量的一个声明 只不过这个变量是一个长量 那我们也可以用Var 也是可以的啊 Var表示一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呢 Color这个变量 没有给它给一个类型 没有给它什么 UiColor这个类型 那我们在这呢 其实也可以给它 给类型也是可以的啊 那我们这个类子表示 常常就是这个 创建了过后就不用改了 那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 这样一些代码 那这个代码呢 跑起来就是一个 灰色的一个效果 那好 有了这个过后 第三个 我们来做一个事情是 来创建一个 Controller Controller啊 Controller 就是 我们压起个名叫 RootView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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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RootViewController 就是我们在做 UI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 RootViewController 然后我们在这 window里面呢 我们把RootViewController 给它设上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 点右键 然后点 六号 创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我们在之前 我们会创建一个 OC的一个 Cogstarch Class 对吧 一个类 然后在我们这呢 我们建一个 Swift 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写上名字写上RootViewController RootViewController RootViewController 写上这个名字 然后点Create 这样的话我们就多了一个RootViewController 这样一个程序 那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认为是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一个界面文件 界面文件 界面文件 那这个界面文件 就说 继承这个界面文件 需要继承 需要继承 继承 继承于这个 UIViewController 需要继承 UIViewController 那这个地方import 这个地方import import 表示 导入这个Foundation Foundation的库 Foundation的库 就类似于我们之前的 类似于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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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警号impor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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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这个Foundation 点下去 类似于之前的这个方法 对吧 只不过这儿呢 用import 这点类似于Java 或者CXR 这个方法 然后它是import 除了import之外 我们还要给它导一个UIKit 注意 在我们在这儿呢 其实我们可以加分号 也可以不用加分号 都是可以的 都是跑起来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样导了过 可以看到我们编译的时候 它就自动会把这个文件 入类似项 加到这个编译这个环境里面去 就可以自动编译出来了 当然这儿呢 其实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好 我们下面来写 来定一个类 定一个 定一个 类 类 就这样定 class class 这是类的声明 class root view controller 对吧 继承于 继承 继承 ui view controller 这是继承 这就是定一个类 这是一个类的名字 这是继承于某个类 对吧 某个类 好 有了这个过后 我们知道UI view controller 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UI view controller 可以看到 这是继承于UI responder 这个继承关系和我们 UIOC里面继承关系是类似的 类似的 都是从UI responder 继承过来 然后再往下走 到这儿呢 可以看到IT方法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view did load 这个方法 view did load 我们都知道是界面进来的时候 加在界面第一个方法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写view did load 这样一个方法 那这儿写一个funk 这是定一个函数 view did load 这个方法 这是定一个函数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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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函数 注意这个view did load 这个view did load 函数 是机内有的 有的一个函数 这view did load函数 在 UI view controller当中有 在UI view controller当中有 那我们在这儿呢 有了 我们就需要给他写个这个关键字 overread 表示重的啊 就说这个函数 在机内当中有 我必须得用一个关键字 来overread 来显示的告诉他 这个函数 我们从 机内当中继承过来的 那就这样写 这样写 这样写 那好 这样写了过后呢 我们来调 第一步 来调用机内 机内的view did load 方法 怎么调用 像super还是view did load 这就是我们调用机内的方法 super 显然这个super 表示 super 表示 super 表示 机内 负类 成为负类 对吧 就这样调用 好 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在 在 UI view controller上 加一个label 在界面上 加 加一个 label 对吧 加一个 label 来看怎么加一个label 好 我们这样写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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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label 等于 等于这个 创建一个label 对不对 我们创建一个label 我们来 用 ui label 这样来创建 然后 frame 然后 比如req req 表示 它的创建label的区域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来写一个let req 等于 等于 cgreq 然后写上x 冒号 比如说100 y呢 冒号 比如说100 x写 比如说x写成0 y写成100 宽呢 y写成320 高的话 也写成44 那这个呢 就是创建一个 这个cgreq 这个呢 后面这个东西就相当于 相当于 之前的 cgreq make 这样一个 我们给它给了一个 xy 宽 高 这样四组元素 对吧 然后返回一个对象req 然后我们把req 放在这儿 那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函数呢 就是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ui label对象 对象 对象 然后里面 这个frame 这个参数 参数 就是 就是我们的 这个 之前的 iit with frame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ui label里面 我们之前我们都知道 allock iit with frame 那这个 在我们thlbs 这个语言当中 这个frame呢 它需要做一个标签 其实这个frame 就类似于标签 里面传过来的这个参数req 要传req的传到这儿来了 就这个frame 表示第一个参数 就是区域在副视图 视图中的区域坐标 对吧 区域坐标 好 区域坐标过后呢 这个my label就创建好了 那my label 我们给他设一个my label 我们给他设一个文字text等于比如说千封 对吧 iOS 就这样写 这就是我们给他设一个文字 my label 该设个文字了 该设个文字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给他 给label上设置一个文字 好 my label上设个文字过后了 我们要加到界面上来 加到界面上来 加到这个self.view self.view 表示当前的界面 然后里面add subview 然后把这个my label 加上来 这个就是把 把我们的这个my label对象 对象 加入到这个self.view界面上来 跑一下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没有 对不对 没有了是因为我们这个界面 虽然说现在定义了 但是我们这个界面没有使用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这个appdelegate当中要来做一个事情 创建view control 这样创建 这个叫做let 比如说rbc等于这个 这就是创建的一个界面 这就是创建 创建了一个界面 控制器 就是括号就可以了 这个就类似于我们之前的这个东西alock init 就类似于之前的这个方法 好 再来self.window.rootview controller 等于rbc 这个就是类似于之前的 类似于oc中的 这个oc当中的set setrootviewcontroller controller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把这个 控制器的对象加到这个 温度上来 跑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 千锋 iOS 这个几个字就可以出现 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rbc当中 我们在这呢 我们就创建一个controller 继承一个viewcontroller 在这个界面当中呢 我们把这个加上来 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再来给它设一个 比如说 给这个label label设置 一个文字 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背景颜色 背景颜色 我们希望它在这个正式版本当中 能够对这个代码提示呢 更加友好一些 这样的话 我们写程序可能会方便一些 uicolor read color 比如说我们用红色啊 红色显眼一些 跑一下 可以看到 红色就出来了 红色就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 uilabel uilabel的一个使用 uilabel的一个使用 可以看到uilabel呢 我们使用方法或之前呢 类似 只不过这边有些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是 类似于之前的c约的函数 只不过这个函数当中是带标签了 这个比如说这个x 冒号y冒号 这个必须在写 因为这个x xy 这些东西是它标签的一些内容 就是oc里面的这个标签呢 在别的语言当中没有 这个标签是非常好的一个优点 那在swerft的这个语言当中 他把这个标签拿过来用来了 那用来了 就是这样去写 好 有了这个过后 我们再来再来做点事情 来创建一个 一个ui button 这上面这个ui label呢 是它是不能点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只是展示 ui button是可以点的 所以说我们来创建一个ui button 同样的我们写一个va my button 我们在这个地方 任何这个变量声明之前都需要 需要写一个let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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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就是它的一个 表示声明 表示的是一个变量 注意前面变量前面不需要 该写什么类型 对吧 当然也可以给他写类型 就是我们在这可以不用该写类型 也可以写 好我们创建一个ui button ui button 那ui button 还是给他给一个frame frame frame ui button 我们就给个frame 比如说给一个frame 给一个cg react 对吧 然后写上x 写上100 y 写成200 对吧 然后x 宽 写成100 高了 写成44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这个变量的 这个变量 我们写在这个函数里面写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frame 后面跟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我们用一个对象 直接创建好了 我不需要另外的几个对象 对吧 创建个my button 那么my button 创建过后 这个my button 里面跟一个frame 这是一个 其实这个frame 实际上是从 ureview 机内里面过来的 当然这个 这个定义这个预法 可能会和我们之前学的预法不太一样 我们在后面讲 详细讲预法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 去这个 去详细的去介绍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是做一个 简单的这样一个 sraft的创建一个用程序 这样一个说明 好 我们还是该加个颜色 对吧 my button 点bang ground ground color 等于这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ui color 比如说 用一个黑色颜色 这个用一个 用一个这个 用一个我们看还有什么颜色 ui color 点进去 可以看到ui color ui color 点进去 ui color 点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什么颜色 有什么颜色 比如说有黑色 有这个白色 有灰色 有绿色 有蓝色 我们用比如说用蓝色来 来用这个颜色 蓝色 点蓝色 这是我们该设给蓝色 然后设了蓝色过后呢 那我们来self.view.add subview 然后这个my button 这样就可以加在界面上来了 可以看到这就加上来了 对吧 加了上来了 当然加上来了过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要给他get这个button ui button get这个my button 设置一个文字 文字 在上面应该放文字 好 这个my button呢 放文字就用这个set title set title set title 就是给他放文字 第一个是文字 比如说点击我 点击我对吧 文字 这就是文字内容 第一个参数就是文字 那第二个参数呢 是指的是 在什么状态下的文字 比如说在正常状态下的文字 比如说在正常状态下的文字 说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该要写一个for state 写一个点 这个比较有意思 这比较有意思 这个我们稍微要说一下 我们跑一下看一下 先跑一下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点击我就有了 对不对 那这我们要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set title 点击看 set title 点击可以看到set title 这是一个函数 funk 表示一个函数 这是函数的名字 第一个这个地方title 骂号 然后面写人 这是给你一个字幕串 给你字幕串 for state state 这个函数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参数的 这个行参的一个名字 然后这是它的类型 这个呢 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标签 这是它的一个名字 也就是说我们在set title里面呢 第一个参数 我们不需要跟标签 叫第一个参数 叫第一个参数 这个set title 第一个参数 不需要跟标签 第二个参数 for state 这个呢是标签 标签 这是类型 这前面的这个for state 它这个标签 就是我们在这呢 放一个标签 放一个标签 那好 这个点lomo的这个余儿的意思 点lomo是什么意思 点进去还是点一看 点lomo呢 可以看到 这是放一个ui control state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 这个对象里面 点lomo 其实就是 它里面 把点lomo 其实这个点lomo 会和ui control state 连在一起 就产生一个 ui control state lomo 所以说我们在这用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用 这个 全程了 我们就点lomo 意思就是说我们 会把前面补齐 编译器会把它补齐 前面做成 这个ui control state lomo 这是这个 那整个这个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函数 这个set title for state 是它一个函数名字 只不过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函数 把它分成了几块 几块去做 这个是它的一个参数 参数 那设置它的文字 那跑出来 跑出来的效果 大概就是 这个样子的 对吧 这样子 那这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在哪 在哪 我们给它加点击世界 给 给这个my button 增加点击世界 世界 my button 点add target ad target 就是增加点击世界 第一个self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axe 冒号 后面写上这个名字 比如click 冒号 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 for control for control events 冒号写上 这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点击看一下 可以看到 我们 把这个ui button 点击看一下 不 其实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用 touch up in side 点击看一下 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函数 带了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add target 第一个是没有标签的 没有标签 第二个函数 可以看到这是 第二个函数 这是action 然后第三个是带标签的 其实第二个也可以不用带标签 第二个也不用带标签 第三个可以看到 for control state 里面带了个标签 标签 第一个是哪个对象的哪个方法 第二个是 这个事件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可以看到 这有这几个 比如说这有一个touch upinside 这就是我们点击的常见的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写一个touch upinside 就可以了 就是点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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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这个按钮 就会调用self里面的click me 这个方法 带一个参数 带一个参数 这个me这个方法 那这个touch upinside 是点击抬起的这个事件 我们来点一下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 我们这方法没写 对不对 clickme的方法没写 比如我们点 这个就会崩掉 对吧 崩掉 可以看到崩掉了我们在这儿 在往上翻 可以看到他说clickme 这个方法没掉用 没掉用 那从这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 看出来 这个地方它是用了oc的类型 oc这个类型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儿可以猜出来swift这个语言 其实它内部 会这个事件这个部分 其实和oc里面关联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方法 会内部把它先转成oc 再转成这个最后的二进制 从这上面可以看不出来 可以看到 他把这个名字给改了 给改了 改了 这个clickme 这样一个方法 那好 我们下面呢 来写这个点击事件 我们写点击事件 那这个函数就在这儿写 这个clickme 这个就是我们定一个定一个点击事件的函数 clickme clickme 在这儿 然后这个写的指的是带一个参数 clickme里面 这是一个参数 对吧 然后我们这点击的时候 我们来打印一下 click 次数 对吧 次数点击了 跑一下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点数据出来了 出来了 那这个点击呢 可以看到我们这儿就打印一样的 我们在前面加个接数器 在这儿全局变量加个接数器 ver 比acount click 等于0 注意从这上面可以看出来 click 这个变量 并没有 声明为 声明 为 认为表印和整数之类的 对吧 就说这里边呢 其实是没有类型 这个是弱类型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可以这样写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这意思就是说声明一个整数类型 那后面呢 这是哪个类型 对吧 click count 这是一个变量 在哪 一旦点了过呢 我们这个click count 等于 加等于1 加1 点一下就加1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来click count 注意 注意这个字幕串里面我们如果要用这个变量名字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东西来表示 这个东西来表示 用这个斜线 这个括号 这个里面就放这里 这里就放变量 或者表达式 或者表达式 表达式的 表达式 放在这边 我们跑一下看一下 点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点就出来了 点1 2 3 4 5 6 就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要是点一下 我让上面这个前锋 而是这个技术加1 加1 加1 那我们 这个设计到这两个之间交互 那我们在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label 我们在这 我们label 生命的一个 这个局部变量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用这个label 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我可以开压设tag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是我们该设个全球变量 全球变量 当这个全球变量设在这个地方 它就有问题 全球变量设完了 全球变量 那这个全球变量设在这个地方 有问题 可以看到 在这儿全球变量必须声明 所以说我们来 来我们把声明一下 label 这个加一个这个 这是声明 一个全球变量 全球变量 声明一个全球变量 那这个全球变量名叫mylabel mylabel 这个问号 这个类型 类型 类型 类型是 这个 这个问号 表示 这个初始值是空 op是空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改了 改成这种 这种 表示 表示如果为空的话 也是可以这样去创建的 这样写 这样写一个问号 那在下面呢 那这儿呢我们来写成mylabel 是吧 点text 等于 等于什么类型 等于什么类型 那这个地方呢 显然要写的是 这个 等于什么类型 等于 比如等于这个 切封 把 iOS iOS 然后这儿呢 我们写上这个 这个地方写上这个 看 click click 看 这个不需要写这个 跑一下看一下啊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ui的一个简单使用 这ui简单使用之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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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面 和我们之前ui的使用方法 都是一样的 思路方法都是一样 只不过这个语法的话 之前不太一样啊 跟他一样 个人 我个人觉得这种语法 其实比 OC这种语法 其实更简单 更方便一些 使用起来啊 而且他更符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写程序的 自然的这个 这个思想 因为这里边大量用了 比如说用了这个 python 和pearl里面的一些 比较好的语法 甚至用了这个 Java里面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思想 那我们这个 swift的这个语言 我们相信他 写程序 会比我们之前更快啊 效率更高 就我们代码的 铲除效率会更高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界面的程序 以至续的 消失感 都说了 美感 mo 这种感觉 也因为